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加国际杯环境教育电竞大赛的台湾准决赛 台东县教育处处长林振宏 台东县环保局长郭建成等贵宾 立临会场为小选手加油打气 在近视堂旁的空地上 还有教育处 环保局 消防局等单位设立互动单位 也吸引了带队老师及参赛小选手的目光 参与游戏除了吸收防灾资讯 还有精美的宣导品会带回家 次级基金会执行长办公室王运进主任指出 首先恭喜环保防灾小勇士 未来要代表台东晋级全国杯及国际杯的选手 借由大家喜爱的电竞比赛 期盼有第二届比赛 让环保防灾要落实在生活中及校园里 将环境素养升值学生心灵 我们今天是台东杯的比赛 然后我们再选出三位的高手 我们即将要进军台湾杯的比赛 还不止如此 我们还要进军国际杯的比赛 有没有信心 我们希望 我们希望就在这里讲 我们希望国际杯跟台湾杯的 前三名前十名 都有我们台东的聪明的小朋友 好不好 好 我们一起来为环保保护地球 防灾而努力 祝福大家 希望今天大家都有好的成绩 感恩大家 感恩 经过20分钟机电的竞赛后 冠军是由台东太平国小 朱伯张积分902分 亚军是台东太平国小张子月 积分881分 季军则是由后院国小朱鱼恩 积分878分取得 成为台东县市杯的环保防灾小勇士 晋级参加国际杯 环境教育电竞大赛 台湾准确赛 以上新闻由政生记者张士生 采访报道 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整生广播电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